他使名门之后,依靠不懈地努力创造出了自己的辉煌。 刘远,生于1951年春,2009年7月,晋升上将军衔,在他出生之前,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,刘远提字,青春英武回去,刘远七岁入学读书。 他和哥哥姐姐一样,都离开家住校学习,生活个人自理,拒之,父亲要求孩子九岁时,必须学会游泳,十一岁学会借自行车,十三岁要生活自理,每年逢寒暑假,寒还必须到农村捞动。 他的书法基础,大约也是这时候培养好的,湖南及江西局部地区,在喜汉时曾是长沙国,文从沈梦了解,这里的土著刘氏,被称之为刘氏大宗南派,刘远和其父祖籍江西集水,后迁往湖南冥乡,湖南全省刘姓,基本为长沙王流发后议,这里每年都会召开中心大会, 刘元对此也极为看重,曾为宗心大会提词,他为湖南刘氏后议宗心大会的提词曝光,引发广泛关注,其书法背赞,求尽有力,不乏军人气质和大将风度,刘元书法作品并不多见,从已见到的作品,大约可以了解将军端正昂扬的书写风度,值得被了解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